在離機的那一瞬間感覺還是挺恐怖的 因為你當時是在15000英尺的高空 然後你往下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原來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並且你要真的從這個角度去投入 你不會擁抱這個世界 你感覺很激動但是也很害怕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個世界 感知這個世界 體會這個世界不一樣的地方 《 persistent》是一句話我會叫她 她是決定的 她是肯定的 她是肯定的 你肯定能看到她的方式 尤其是她的方式 尤其是她的方式 每天早上來了以後 都會檢查一下裝備 因為我的裝備是我的好朋友 不僅僅是好朋友 是我的人生伴侶 我跟我裝備在一起的時間 很有可能比跟我任何一段初戀 待的時間都長 其實呢 其實呢 就是跳傘 雖然說現在已經非常非常安全了 但是給很多人的心理上 還是一種非常危險的 接近於挑戰死亡的這種運動 然後把你的膝蓋向前 然後把你的膝蓋向前 然後嘗試用你的膝蓋 一點點 當時是我的學生 他第一次自己疊傘 疊了以後呢 他就是 他自己心裡很忐忑 他不敢跳 然後於是我就幫他跳 結果真的出事了 然後這個事情的原因 確實是因為他沒有把傘疊好 然後當時呢 是我們出現了一個緊急事故 然後也非常的危險 不過還好就是 我把這個事故就化險為宜了 其實當時我還是覺得就是挺慶幸的 就是他沒有跳這個傘 因為如果他跳這個傘 他很可能不知道怎麼解決 Enjoy Pro Pro 這就是我的AAD自動開傘器了 我在前500跳的時候 都沒有自動開傘器 自動開傘器 自動開傘器是 把降落傘自動打開的一個儀器 然後我前500跳的時候就在想 我想 我什麼時候會不打開我的那個降落傘呢 比如說我暈倒了 或者說是我撞機了或者什麼的 但是我想如果我真的已經撞暈了以後 我的這個自動開傘器把我降落傘打開了 我說不定會落到什麼高速公路上呀 會落到很危險的地方呀 所以我前500票都沒有那個AAD 不過後來當我成為了一個就是 就是高速公路的時候 我還是撞了AAD 我覺得還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做為一個教練 I still have so many things to do I have a lot of dreams 所以我要100%我的安全 不能這麼早的就是掛掉 我就記得有一年我媽來美國看我 那個時候我跟我媽說 我說媽一般人會就是都會在頭盔上 就是貼一些什麼Sticker啊 寫一些字啊什麼的 我說你也幫我寫幾個字吧 然後當時呢我就在想 我媽很可能會寫比如說 女兒真棒什麼 一飛冲天 祖國驕傲這種話 但是後來我媽其實就寫了四個字 一路平安 那你那個在芝加哥那個房子 你現在是在 還在誰家 在閻家住呢 沒有 我在那個就是 離跳傘基地旁邊租了一個小房 這是門 這是客廳 客廳就啥都沒有 只有一個一個凳子 減漏 減漏 我爸對我的房間評價就兩字 減漏 減漏 從而這個房間 我都不知道 從來這個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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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去美國 當然看了那些錄像的車子 這個房間 但是被做了剛好影片了 但是看了很開心的 很快的從來這個我們已經支持了吧 我們表達的方式就是 慢慢地支持女兒 無論是在她最困難的時候 還是在她最無助的時候 我們都是慢慢地支持 媽,你說的好假呀 可能… Yeah, maybe that will work 當在這個跳展中 有了一定的水平和技能了以後 其實人還是希望更多地去挑戰極限的 去突破一些自己 從今沒有做過的事情 甚至說人類沒有做過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夠 代表我們中國人 能夠飛越珠峰 能夠完成這種世界級的挑戰 能為人類的這種 極限運動 畫上一個 特別美好的一個風 我始終認為 未來是不用被懼怕的 這可能是跳傘 讓我學到最多的東西 有很多人 如果你們有一個風の情報 你會玩到最多的東西 沒什麼 我會玩到最多的東西 我會玩得多一點 玩得多一些 會玩到最多的東西 我可以玩到最多馬來 你會玩到最多的東西 你對我來玩的 我不是... 我會玩到最多的東西 你是不是走在一會